全民来公审,人民是头家 欢迎收看全民来公审 近期台密台风中串台湾多地 那灾损的抢救,复苏持续进行中 愿各地人民都尽快回复平安的生活 人祸是比天灾更加可怕的 人祸是纵容包庇一次一次的累积 最后,大家必须共同承担 其所带来的灾难 司法是人权的最后一道防线 就像堤防一样,溃堤了 全台湾人民的身家财产通通都泡水 那行政救济就像救难队一般 一旦失灵了,我们人民 出天抢地,喊救命都没有用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在7月初的时候 有一则新闻是赴税署公布 2024年全国个人的欠税大户是黄润中 大家可能会想说,这个名字好像很久没听到了 其实因为黄润中先生 他其实在2004年的时候已经死在狱中了 那先前他报导是显示 他因为避税被国税局认为是逃漏税 那后来被法务部管收 到他死的那一天 其实刑政法院都还没有判决 可是他家的财产 就通通都已经被法务部排卖 那由于他的避税交易 在法理上 其实经过调查 真的都是属于合法的 所以法务部在2009年 也像黄润中还有其遗族都道歉了 这个管收追税是不当之举 但是到现在 黄润中先生都已经过世20年了 为什么还会被国税局列为 个人欠税大户的首位 没有出名 还大剌剌的写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上 这样子大肆的张扬 这真的就像编尸一样 这听起来非常的不可思议 黄润中欠税案 这个案子 这个税单在开出的时候就有问题了 可是刻意扭曲的 接下来的司法救济 完全失效 这很离谱 所谓有权力必有救济 是法治先进国的天条 救济权是最关键的人权 因为任何权力 如果没有伴随的救济 就很容易被剥夺 特别是原本就弱势的公民的个人 很容易受到滥权官员的伤害 在台湾虽然有宪法第16条 人民有请愿宿愿及诉讼之权 但是实务上却常常看到 官员轻易用行政命令 或是曲解法律 来限缩人民该有的救济权 我再重复一次 这三件事情 有权力就有救济 滥权官员要受重诚 官员不得僭越职权 是民主法治的基础 很遗憾 在台湾却有的是无效的救济 我们看到官员经常僭越职权 或滥用权力来自肥 却没有受到适当的惩罚 黄任中税案是一个例子 司法救济完全失效 人死了这么久 还要每年被拿出来编尸 还有太极门的假案 很明显的是 这个税单是完全捏造出来的 三级法院都确认无罪无税 行政法院这边的司法救济 却是完全失效 太极门假案是一件 政府迫害人权的案子 这个案子当时是因为 活宽人检察官 制造假证人 假证据 假笔录而立案 虽然在民国96年7月13日 刑事法院三审判决 太极门无罪无税 无违反税监基睁法 但国税局却仍然漠视它 能对太极门开立税单 最后将太极门的修行一定地 收归国有 从案件发生开始 太极门师徒就不断地 寻求税务行政救济 救济之路长达20多年 总共赢了18次 国税局却一再重新发出税单 截至民国104年 太极门向五院陈寻的次数 超过1050次 累积的资料和卷宗堆叠起来 约16.8亿公尺 将近五成半楼高 可以说自案件发生以来 太极门不是在诉讼 就是在陈寻的路上 太极门可以说 各种救济制度都走了一遍 但还是等不到正义 假案至今能未被澄清 据司法院提供的统计年报 在2013年至2017年这五年间 高等行政法院的税务诉讼 人民的胜诉率 平均只有5.24% 且根据台北商业技术学院 会计财税研究所 时任助理教授 防释州研究报告指出 最高行政法院税间判决 仅5.94%有利民众 也就是说要取得最后的胜数 是5.24%再乘上5.94% 等于0.31% 剩下千分之三的机会 税务诉讼 行政法院法官因判决胜利 几乎一面倒向行政机关 人民败诉率举高 一次就被称为败诉法院 驳回法院 人权律师书有成 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 胡博彦等多名律师及专家学者 都曾表示 行政法院对人民不利的判决 始终如一 行政救济成为无效救济 行政法院干脆废掉算了 在97年7月13日 最高法院 都已经还给太子们清白后 仍然不断以乌龙税单 临持太子们 我的师父师母和师兄师姐 真的都很大爱 蒙受如此大的羞辱 却还是继续走访世界五大洲 传递爱与和平的能量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因为太子们相信是非真假 真理总会胜利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止步于传爱 这也是师父教我们弟子最大最大的高功夫 让我们能够在经历一年又一年的痛苦以后 再度站起来继续对抗这些错误的睡膽 民国99年9月27日 中区国税局苗栗分局长陈和发 他对着镜头说 法院的不算数啦 这件事是我第一次对大人的世界感到荒唐 惊吓 一个位居高官的成年人 他可以公然说出如此荒谬的话 如果法院说的不算数 请问一个民主国家又是谁说的算数 我们真的是民主国家吗 又是谁可以主宰人民的生杀大权呢 我就读大学以后 我才慢慢接触到太子们的假案 参与成抗 开盗抗议 街头宣传的使命 发现政府并没有改错的心 反而越发猖狂的对太子们师徒 伸出魔爪 其中最让我愤恨的是 109年8月21日 执行署与国税局联手拍卖太子们土地 太子们无罪 为何可以拍卖太子们土地呢 这是师父留给弟子修行的圣地 我们依法行事 为何国家却违法拍卖 当时正值我大学生的暑假 因此在拍卖确定前的每一天 我们都不畏惧艳阳 去站在执行署前面高举抗议 这段过程真的只有亲身走过 才知道那有多辛苦 我认为政府应立即停止错误的行为 古人言放下屠刀立地成逢 在此奉劝这些公职人员 请秉持良心 勿一错再错 尽快还给太子们师徒 一个清静的修行之地